同是草根出生,却都因春晚走红 他们一个是赵本山的爱徒,一个是郭德纲的大将 一个演小品,一个说相声 两个人都尝到了出名的甜滋味 但是他们如今的视野却是天差地别 为何两人的发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区别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,探究背后的秘密 2021年的除夕之夜,是岳云鹏第五次登上春晚舞台了 与搭档孙岳合作的相声,年三十的歌获得了一致好评 当天晚上,更是贡献了五个热搜 让同台表演的明星艺人都甘拜下风 反观小沈阳,近期她因为一档综艺节目 《我就是演员》再次进入观众的视线 在节目中,能够清晰地看出来 小沈阳某足了镜,想要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但是效果却不佳,甚至遭到全体导师灭灯 两两相较,都曾经凭借春晚一炮而红 如今发展却是截然不同 在节目中,能够清晰地看出来